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高铁的超资和延误 是不是一早已经可以预见 甚至避免呢 造成今天美大不调的局面 究竟责任谁属 高铁工程整体持续滞后 目前只完成了七成 当中西九龙总站 是工程滞后的最主要原因 入口大楼的钢结构和玻璃幕墙 按原来合约进度 应该在去年初完成 但到今年三月底 钢结构装嵌量只完成一成多 至于玻璃幕墙工程的进度 路政署就回复指生产工序 与其要今年第三季才展开 其实我看到这个地盘就很心痛 就等于是看到香港七百万人 一直流血 高铁工程就是一个政治腐败的结果 因为当时是特区首长 追求和内地融合 根本抹杀了所有的专业意见 拼搏款 拼搏款 拼搏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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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一月 立法会通过高铁活款当日 议会内外 都对高铁工程提出强烈质疑 如果2016年的时候 这个项目是止蚀的话 局长可不可以承诺 你不要用任何方式再回来拿钱 我很相信 我也愿意记录 我们不相信我们现在有需要 回来追加扶款 因为这样的情况 扶款前的民调显示 有六成人认为高铁造价太贵 当时 工程师黎广德 和一群专业人士提出 敢上路总站方案 但不获政府接纳研究 我们五年前提出 关于超资的问题 不能够准时员工的问题 一一应验了 这项目是一个伤失工程 因为失控兼失效 政府也好 港铁高层也好 都无法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项目 很多的研误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更不能够封顶 我们做专探的时候 有些盲点 这里近佐敦的地方 石层是比较高的 亦是比较硬的 负责管理高铁工程的港铁 由去年到现在 一直指不可预见的地质情况 导致工程延误 行政总裁梁国权 上周出席立法会言讯时强调 港铁施工前 有做全面和广泛的陷探工作 杏昌集取得09年高铁工程撥款前 和10年工程开展后 两份港铁所评请顾问公司提交的 西九龙总站地质陷探报告 从09年的陷探中 我们看到那份报告 就是显示到基石层的位置 他当时预计到这个范围 是比较上石层高的 这一份是10年的地质砍探图 两幅图的螢光线 就是代表了基石层的深度 两个环切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差异不大 甚至是属于10年那幅图的环切面 表示基石层还没有预期那么深 如果港铁说是因为基石层太高 他们要打太多基石 所以令到工程延伍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比对10年和09年的陷探报告 看到港铁在工程展开前的转探孔 相当气索 去年底的专家报告指出 地质陷潭不足 令到湖土墙工序严重滞后 总站工程因此延伍近一年 前期工作没错 十分之没有 不要 我们一开工就碰到地底电纜 有水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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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 工程师就要决定 是否决定是否决定的装 他要决定这件事一定要有时间 所以今天坐在那里不能做这件事 林礼昌在11至14年 曾经为高铁工程的分判商 向港铁申请索偿 他说最错港铁要求承建商压缩公期 分判商为了赶工要租购大量器材 而工程延误往往导致一连串杀伤 即使海华一定是有骨太后练 你将一件事十个月或十四个月的东西 分成三十个月那么长 那你就变成了很多时间坐在那里 没什么要做 但因为你已经合约了 一定要在那里 所以坐在那里等的时间 就是最伤,超支 其实超支是没有破碎资源发生的 是吗? 是,对 截至今年三月底 高铁工程还有664宗未解决的刹商 涉及金额接近150亿 港铁今个月公布最新工程预算时 没有正面回应当中多少和刹商有关 亨昌集取得西九龙总站承建箱 香港铁刹像的文件 2012年4月 合约批出后不够半年 承建箱表示收到大量改动的设计图 当中涉及进行紧的工程 会就此要求延期和刹像 2013年1月 承建箱报告预期工程 会有一年多延伍 到3月再将延伍估算 大幅增加到562日 更剎上15亿 独立专家报告显示 至2013年6月 总站承建箱收到超过13000张 改动了的设计 这些就是加了一些 应该是一些固件 柄 这些地方以前是没有画出来的 即使它有些固件 它完全忘了放进去 根据港铁内部的设计记录 不少设计有四至五次的改动 有些甚至是去年才修改 一个普通的工程 是改两次, 最多三次 有些人说一次起, 两次止 所以看得出 它们多数应该是一路起 一路发现有问题 这个开始设计 应该就不是一个 好准备的设计 工程滞后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工程前期紧缩的 准备时间和设计修改 是不是政府逼你 即是根本未准备好 就要开工 在这个高置工程上面 我们遇到一些 就是不可预见的地积的变化 所以因此有很多修订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正常发生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工程设计出现大量的改动 10年11月的一份港铁内部评估文件 提供了线索 文件指出 港铁内部 曾经评估西九龙总站的设计 结论是 设计只是完成了七成 评估指 设计途绩存在差异 资料不完整 设计意念出错等等 会导致工程内容在招标后需要改动 影响员工时间和成本 报告建议港铁延迟招标一个月 让顾问公司和港铁内部 有足够时间完成设计 进行详尽福检 不过建议没有被港铁高层接纳 招标最后在一一年初进行 为什么当时明知道未准备好 又要去招标呢 这个就反映了一个政治压力的问题 究竟当时港铁的高层 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呢 明知道这么大风险 仍然去进行招标呢 鏗窗集向港铁查询 该份专业评估是否属实 当日是否闯处照标 港铁回复承认 有关评估在2010年进行 作为内部参考 又说工作途绩 会在建造过程中 因应工地实际状况 和不可预见的因素而作修订 我们向运输及房屋局查询 是否知识这个评估结果 港铁是否需要为此负责 局方回复说 并不知道该份文件 重新会就高铁超之言误 保留向港铁追究责任的权利 前任行政长官曾任权利 2007年宣布投资2500亿 推动基建项目刺激经济发展 往深港高速铁路是重点之一 过去几年八项大型基建相计上马 陆续出现超支 由原来接近2900亿支出 增加到3500亿 而且最少有一半工程有延误情况 那么多大型的工程 首先要估计香港的承受力是多少 业界觉得工在一起 根本都消化不了 所以在这方面自然把价钱 费用的其他都拉高了 前路政署副署长刘正光 在回归前参与新机场核心计划 他说当年工程的前期研究 最少要花四五年 又有政务师公务师领导统筹监管 反观 现在的基建往往闯出上马 准备不足令风险大增 政府的参与也不如以往积极 高铁的承建商 只是和地铁公司有合约的约束力 所以路政署没有合约束力的时候 始终在监管里不是很充足 政府委派的独立专家报告显示 路政署聘用的独立顾问 早在11年底和12年初 已经警告高铁工程有延误 但路政署一直没有采取具体措施跟进 13年中 有传媒揭发高铁工程延误 政府和港铁仍然此口否认 直至去年4月才公开事件 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一直希望动用特权法查明真相 不过徒劳无功 当你牵涉到这个超支和延误的责任的话 一定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政治的责任 第二个部分是经济上的责任 很明显 两个部分的责任 现在无论是港铁也好 政府也好 都是互相推荡赤人猫尾的 政府不能接受 只是由纳税人去承担因此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会追究港铁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和港铁目前就责任随属各执一辞 港铁只按照委托协议 45.9亿元项目管理费是追讨上限 又说高铁的员工日期和造家都只是预算 可以修改调整 更以工程延长为由 向政府追加二十几亿管理费 你是不是更加有责任和需要 是要尽快将相关的资料 向公众坦坦白白 让我们见不到 而只是见到那条死线就越来越近 换言之 在我的感觉里面 港铁还有一年 明年的三月份 它的流动资金就用完了 是不是到时候 港府就想着 因为杀到埋身 不想烂尾 然后就是 你们要付钱 如果不付钱 就会有一个被动式的烂尾呢 你承不承认在整个过程 到今天为止 港铁管理是严重疏忽和失误呢 高铁工程随时烂尾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建议以百百亿为限 由政府和港铁各自承担 部分工程的超资金额 港铁自己内部估计八百 所以当时绝对650亿 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数字 明眼人心里有数 根据独立专家报告 09年4月 港铁预计高铁撥款金额 需要980亿 同年8月 港铁将估算下调到近800亿 11月 政府聘用的独立顾问 将项目的应急费比例调低 预算金额降到678亿 记录显示 和年底港铁董事会 关注应急费用和工程时间 是否足够 当时的工程总监柏立行表示 项目超资将由政府承担 柏立行12月他不足弱 我所理解他是很生气的 就是你们硬硬去压低 一个这样的价格 完全不合理 他都知道谁做得死的 应该是政治原因 曾文庭政府很想五年内做好 接着那个价钱是听起来是什么的 所以变成形成 如果你看回委托协议的性质 是极之倾斜向港铁那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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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风险和风顶 也计算它失职 也计算它失职 也计算在管理费上 港铁才觉得 是无谓和你政府产 你是大股东 就签了它 出席的议员53位 赞成的31位 立法会最终在一零年一月 通过668亿高铁撥款 港铁除职在同年2月 向政府表示 未来很大可能需要额外撥款 现在最吊诡的是 港铁很清楚在管理上有失误 所以一定是对于整个工程延伍有责任 但是同时港铁也很清楚知道 是政府是罪魁禍首来的 因为政府给了很多压力 是要达成一些不可能达到的指标 工程师黎广德过去这个月 一直主张政府研究高铁工程 是否应该停工止蚀 尤其一地两检资金仍未落实 高铁效益随时被成本抵消 如果没有一地两检的话 当初政府提出来高铁有经济效益 是780亿至少要减一半 换句话说 你可能只有三四百亿的效益 但是我们投资已经成六百多亿了 不要说现在超资到八百多亿了 如果不修改《基本法》 可否可以做到一地两检 主席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答案 我已经是 这个是我现在最老实的答案 我们同步在做一些中途 和折充方案的研究 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是应该有技术性的解决 2012年底 港铁内部曾经研究 如果2015年高铁通车后 仍未落实一地两检 可以将余留给内地海关检查站的楼面 暂时雕空 或者改为商业及展览用途 建议内容显示 最快要在2022年 才会重开内地海关检查站 温防局回复承认 曾经在2012年4月 要求港铁进行有关研究 作为内部备用参考 我们追问局方 上届政府是否在换届前得息 一地两检落实有困难 局方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重申 现届政府在2012年7月上任后 以实施一地两检为目标 政府官员一直隐瞒了很多真相 成本是远远比他们初初预计高 一地两检做不成 甚至是落成时间 他们完全没有把握 这些真相 当时政府是为了要说服立法会 抛款和公众支持 一直都隐瞒了 最可怕的就是 他们要求港铁这一边 同样隐瞒了这些事实的真相 归根究底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大的高铁丑闻 你可以说政府和港铁的高层 都是合谋的 但是当工程一直延误的时候 甚至很大有烂味的危机 损失的就是香港人 一份份内部文件 揭露出政府和港铁公司 由五年前起 不愿意公开的真相 高铁今日的延误和超脂局面 被形容是烂贪子 究竟应该由谁买单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